中华隊加油加油加油 精彩的賽事記得看要鎖定我們中天 當然首先先跟大家講我們第1617同樣也有 新包廂 新子瓶 記得到新的連結幫銀秀按讚來應援 當然首先最新的消息要先告訴大家了 哇真的超級厲害 剛剛這個秀秀跟同事在這個電視台都看傻了 我們真的超厲害的超準的中华隊的舉咒女神 郭姓淳他一舉馬上秒殺在場所有的選手 今天女子59公斤量級登場抓舉的部分 郭姓淳他一出場壓軸登場 一開抓開把設定就是100公斤 直接告訴大家這個數字是A組9位選手當中最重的 別人舉得大汗淋漓有人也不小心摔倒了 但是他輕輕鬆鬆 第一次一舉就直接衝上了排名第一冠軍了 第二次他繼續來突破自己的紀錄 再次舉103公斤 他這樣舉上去的時候手超直超穩的 突破了奧玉的新紀錄 也成為了新任奧玉紀錄的最新保持人 同時也來關心了 除了這個舉重之外 你看這個就是他剛剛最新的舉重畫面 真的很厲害 整個下盆超穩 上盤也舉得非常的扎實 讓大家覺得真的超級厲害 刷一排加油 超讚給他好不好 真的太厲害了 拿下金牌了 另外還有來看的是馬祖拳后 拳擊好手陳念琴了 來看一下拳擊好拳擊的部分 這個也超強的 他今天以3比2擊敗了義大利的女將 順利也挺進前8強當中 繼續往第一來邁進 他這個數字其實已經創下個人 最佳最棒最好的成績 陳念琴今天出戰的是 東奧女子拳擊69公斤的16強賽 出戰的是義大利選手安琪拉 他靠著非常靈活的腳步 左躲右閃 而且還要左右開攻又去出腿 加上非常多次的漂亮的閃躲 閃掉了這個對方的攻擊 成功擊敗對手晉級了8強 陳念琴在2016年 前當時就曾經挺進到 奧運的全局的16強 這也是我們台灣第一位 踏上的奧運女子 全級電台的選手 2018年又再摘下了市井賽金牌 今年更是以世界排名第四 種子選手將的身份 二度扣關奧運 這回確定打敗了義大利 確定晉級8強拍拍手 一拍讚啊刷給他 玩去聊天室 所有的加油鼓勵刷給他 刷起來 波波其實呢 他這樣子擊敗了義大利女將 順利提前了8強 他很開心 高級了雙手 他的爸媽跟教練群也很緊張 在比賽的時候 賽前他們也特別錄製了影片 為他加油打氣 就讓他完成所有運動員的夢想 阿念 從國小認識你到現在 看著你擁有夢想 到追求夢想 現在即將要完成夢想了 這一路十分的艱辛與不容易 我會在螢幕上見證你完成夢想的那一刻 替你感動 替你驕傲 我會是你永遠的粉絲 永遠的後盾 憲傲 你完成了我們運動員的夢想 代表我們馬祖人的精神 我相信你可以爭取最後勝利 憲傲 加油 我相信你 你一定做得到 曹芬 在這 憲傲 我們相信你 請你一定要帶著一家人的力量 站上奧運的戰場 阿姨 你一直是我們的榜樣 我們會努力 相信你一定會拿冠軍 念琴 加油 堅持盜子 目標精彩 馬祖以你為總 你是盜子我們可以的 憲傲 念琴 加油 阿姨 加油 念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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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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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所有中華健人一起加油 看完了 這個舉重看完了 拳擊接下來要看的是 羽球 好羽球世界球後 戴子穎目前在奧運的小組賽當中 取得了二連勝喔 也是超強超威 下場比賽將遇到誰 遇到也是很厲害的對手 世界排名41 法國選手喜雪飛 在得志這一場賽事 將在明天早上喔 台灣時間8點來進行 大家筆記趕快記起來 鬧鐘訂起來 好 早上爬起來為他來加油 不過你看他 知道這個時間 自己好像有一點無奈耶 他臉書上貼文寫什麼 他自己自拍了影片 臉書上寫下 聽到明天早上打9點 是這個表情 就是這個表情 這個什麼表情 眉毛有點飄飄的 嘴巴有點歪歪的 台灣8點喔 他說大家會不會起來看他比賽啊 他怕擔心大家爬不起來 不過 我們台灣所有的網友都非常的挺他 看到球後一貼文 好多網友蓋樓留言 說一定會爬起來為你加油啊 這是一定要的啊 鬧鐘直接調7點了 早餐直接買好 準備要為你來加油了 道具所有東西都買好 看小袋大殺四方 其實從今天早上9點鐘開始 林韻如今天早上出戰個人男子 單打第三輪的比賽 當然面對的是瑞典的選手 卡爾伯格 那麼事實上呢 19歲的這個天才少年林韻如啊 昨天大家還記得嗎 他拿下了混雙的銅牌 那麼今天呢 其實第一局 林韻如就順利拿下了 但是打到第三局的時候 好像一直以來 我不曉得他是沒有休息好 還是怎麼樣 其實一直沒有辦法找到太好的 進攻路線還有擊球的落點 不過還好 第四局還有第五局 他也順利是拿下 以11比7還有11比9 最終是以積分4比1 取得了16強的門票 而下午將要在三點半鐘 很快等一下 已經要進行了 下午三點半鐘 他會要另外一場比賽 要對上的是巴西的選手 平井一日雙戰 體力是一大考驗 請大家幫他加油打氣了 再來看到的是學姐正宜靜 今天對上的是新加坡的選手 于夢宇 當然一開始正宜靜 其實表現跟這個林韻如一樣 真的是不曉得 是不是因為沒有睡飽 其實睡的時間真的很少 第一局的時候 是以5比11 讓新加坡的選手拿下 第二局趕緊追趕 但是正宜靜 一度打到是有一點脾氣了 據說他昨天 在這個同排戰的時候 其實他的手 或者是肩膀 其實有一點點的傷勢 所以其實不是很舒服 所以其實第二局的時候 他以11比9被搶下 第三局他本來是要努力的激戰 但最後還是不敵對手 當然這個正宜靜 這次是已被直落四 輸掉了比賽無緣晉級 不過我們希望這個學姐 趕快沈澱一下自己的心情 趕快平復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他還有團體賽要打 希望他要加油了 好再來看到 好多人都想要當王太太 我也想當王太太 王冠航剛剛是在10點半鐘的時候 比賽200公尺 男子的碟式半準決賽 那麼台灣碟王是以1分55秒52的成績 還在分組的第六名 很可惜他無緣晉級決賽 不過他的最大競爭對手日本一哥呢 其實成績也不算太理想 但沒有關係啦 因為其實接下來呢 王冠航還有機會 要來挑戰100公尺的這個碟式 希望他這個成績可以好好的發揮 沉澱一下心情好不好 因為他這一次其實在預賽的時候 表現也已經很不錯了 好再來看到桌球的陳思宇 今天對上的是華裔美籍的選手張安 今天陳思宇的表現呢 其實整個狀況都很不錯 首局就以11比8是拿下 接著又以11比7 以及11比6是取得了勝利 雖然說在第四局 雖然這個美國選手莊安 是破了陳思宇的局點 還把比數一度是追到了10比10 但是陳思宇還是穩穩的 以12比10直落4 取得晉級16強的門票 那麼下一場比賽 陳思宇要在晚上8點半鐘 確定要來出展大陸選手孫穎莎 要和他的這個大學長 莊志源同一個時間一起出賽 希望呢搶下8搶的門票 好再來看到 與球黃金男兄 今天面對的是印尼的組合 而且人家是世界排名第一 今天狀況真的真的非常的不錯 第一局啊 李楊還有王麒麟 就以率先21比18搶下了勝利 雖然說第二局印尼的組合是快速神回復 15比21是讓這個印尼拿下了勝利 但是呢第三局決勝局的部分 林楊佩持續的發揮到領先 最終是以21比17拿下了這一場比賽 也以3比1的積分順利的在小組賽晉級了8強 好這是一場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賽 而且看的真的是讓人覺得血脈噴張 好再來看到就是目前為止ING 女神就是女神怎麼說呢 其實今年東京奧運啊 中華代表團最可靠的一面金牌就是他了 郭信淳 郭信淳在剛剛這個比賽的時候呢 還在進行當中喔 2點50分前面的選手呢 其實真的是都被他大殺四方 怎麼說啊 一開始郭信淳爆出來的數字就是 試舉就要提出100公斤 這個100公斤的數字呢 其實就讓他可以在壓軸的這個時間來出賽 那麼其他前面的這個8位選手呢 都是爆出雙位數的這個試舉的公斤數 但可惜竟然還是有選手沒有成功 那麼郭信淳上場之後呢 這100公斤其實他真的好穩喔 輕輕鬆鬆真的很狂 動作流暢100公斤試舉成功 接下來第二把試舉呢 郭信淳的教練林靜能 直接在單子上就填出了103公斤 要來挑戰奧會紀錄 結果雖然是得到了一個紅燈兩個白燈 不過大會的裁判呢 還是說認為要重新的這個確認 結果宣判第二把試舉是失敗的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根本是難不倒郭信淳的 第三把試舉再度挑戰103公斤 成功破了大會的這個奧會紀錄 那麼接下來呢還有停舉 那今天看起來目前為止 好像是毫無懸念的 希望郭信淳的這個金滿冠可以圓夢 好除了郭信淳之外呢 另外還有郭信淳的學美 舉重64公斤級的陳文慧 也將要在晚間6點50分登場 之前亞錦賽的時候 他其實很少了三面金牌 那這次來挑戰奧運 他期望自己可以突破生涯最佳成績 好這個看起來就有點可惜了 10公尺的空氣步槍混合賽 林穎欣還有呂紹權 稍早在第一輪比賽的時候呢 以總分625.4分 很可惜是無緣晉級下一輪的比賽了 另外譚雅廷呢今天也是可惜 其實今天一度是傳出了 因為颱風的影響 這個賽事呢其實不是很穩定 而且大會其實也貼出來 這個賽事是被delay的 但是呢今天在下午2點的時候呢 還是有舉行這場比賽 64強的比賽出戰的是英國選手第一局 雖然說譚雅廷是拿下了2分的積分 但是第二局呢他也順利拿下 原本說是以4比0 期望是可以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但沒有想到今天的風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勁 而且在這個判斷準心的時候呢 其實兩邊的選手都有一點點的落差 所以第三局是讓英國的選手 收下了2點的積分 那麼比賽來到第四局最後呢 是以一箭掉到8分 再度痛失掉一點 那第五局最後英國選手 則是以1分差 拿下了2點積分 所以譚雅廷很可惜 4比6無緣挺進32強 好再來看到的是這個陳彥晴 60公斤的台灣女拳王 稍早在16強的比賽 真的也是蠻精彩的 對上義大利的選手 最終比賽以3比2 收下了勝利 勝利的晉級了8強 好那晚間呢還有他的好隊友 也是純級女子 60公斤的32強比賽 吳詩怡將要出戰瑞典的選手 那從陪練員一路到這個中華代表隊的選手 吳詩怡說他不要拿年紀來當藉口 他要把優勢發揮出來 他的優勢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裡面的身高算是高人一等 而且他的出拳其實是很有質量的喔 希望來幫他加加油了 最後來看到桌球教父莊志淵呢 今天晚上8點半鐘的時候 要再次上演老將的價值 16強的比賽考驗的是五屆奧運元老 至於他的對手呢會是誰 其實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切的名單出來 不過呢其實之前大家都有提到 他為什麼每次好像都很孤獨 都是一個人到底端茶送水送毛巾的是誰呢 怎麼沒有教練陪伴呢 所以這個話題其實一直以來也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當然希望今天現場是可以有攝影官來陪同莊志淵的 甚至在場邊給予他多一點點的鼓勵 讓這個孤獨的戰士今天可以不要這麼的孤獨 好就像剛剛說的其實很多人都在說為什麼炮轟 五朝奧運元老請給他一點尊重好嗎 桌球教父這麼的孤獨為什麼都沒有人陪伴他 而且呢他的賽程還竟然被中華奧會二度的漏掉了 所以呢沒有攝影官也沒有新的照片 這讓很多的這個球迷對於莊志淵來說 都會發文去炮轟說 怎麼都不給他多一點尊重呢 事實上莊志淵也已經習慣了啦 為什麼會沒有教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代表團的教練席次其實是有配給的 那麼原先莊志淵其實是希望一路由栽培他的媽媽 來坐在教練區教練的位置 不過確實就像因為席次的關係 所以莊志淵的媽媽沒有辦法成為教練團的一員 所以他的比賽呢 場邊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坐在那個位置了 以他自己的經驗誰能坐在旁邊當教練呢 所以他就選擇一個人 好儘管有一點點的孤獨喔 沒有人端茶送水 但是呢過去爭戰世界 其實對他來說 他也提到啦 也蠻習慣一個人當個孤獨戰士的 那今天呢 他其實在臉書上PO出了一張 他兒子的背影的照片 看起來好窩心喔 是不是他想兒子了呢 他說啊希望兒子長大之後 可以記得爸爸打桌球的樣子 好儘管莊志淵被封為孤獨戰士 但想必內心其實是想到小孩 真的就不孤獨了喔 好再來看到另外是林洋沛的部分了 今天的比賽真的是非常激烈人心 而且他們今天的狀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面對印尼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組合啊 第一局的時候 李洋王麒麟呢 率先是以21比18拿下 那麼第二局呢 就像剛剛其實有提到的 印尼組合快速回升是搶下一局 但決勝局的時候 欸一直不斷的領先 李洋王麒麟順利的是拿下了積分 以3比1打敗了印尼世界排名第一的組合 當然今天李洋也很興奮啊 因為過去其實交戰過非常多次 李洋今天在臉書上PO文說 真的是洋洋得意 而且他其實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篇PO文上面提到 他說這個印尼組合喔 叫做恐怖的幽靈 因為過去的交戰紀錄 林洋沛常常是屬於下風 但沒有想到今天呢 氣勢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 可能是受到上一場比賽的影響啦 今天是拿下了二連勝 那李洋跟王麒麟也 也頻頻的在場上吶喊 給自己加油打氣 所以我在看這場比賽的時候 你會忍不住的跟他們 一起這樣 忍不住的跟他們一起加油 好 當然今天他們也順利的 可以在小組賽的這個 來出現晉級八強 好 再來看到呢 好多人都想要當王太太 請教我王太太謝謝 19歲的台灣敵王王冠宏呢 在世界排名第13名 雖然是無緣晉級決賽 但是創下了這個 對時的最佳成績 預賽以1分54秒44 游破了全國紀錄 成為了亞洲最速男第一名 那年輕有為的他呢 其實早就參加過不少的國際賽事了 而且他從IG上可以看到 他不僅專攻於游泳 對於其他的運動 他也都相當的有興趣 同時也是劍中的高材生 堪稱是人生勝利組 當然他的外型很俊俏 長得很像韓國歐爸 也參與過很多知名的雜誌拍攝 那麼教練黃志勇呢 也說很多人都想當王太太 我也想當王太太 所以這些網路熱烈的迴響跟留言呢 替他加油 當然也讓他笑出來 心情是輕鬆了不少 再來看到啊 竟然有人想蹭國手 怎麼回事 中華隊的選手羅佳麟 在前天的這個跆拳道比賽呢 是踢出了一面 銅牌成績非常的亮眼 當然因為他外型長得也是 人家被分封為是國民女友 而且一戰成名 當然他的身高也非常的高 沒想到現在竟然有網站呢 是合成了他的照片 奪牌的照片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被網友質疑說 這根本就是道徒宣傳嘛 網友上網友一片的反彈 事發之後 網頁也已經被緊急下架了 那這個中藝也澄清並非賣藥 單純只是想要分享資訊 十九歲跆拳道甜心羅佳麟 在東奧女子跆拳道用多五十七公斤 及銅牌一戰成名 沒想到短短兩天竟用網站 合成他的奪牌照片 疑似替自家商品打廣告 引發不小爭議 中藝在網站貼出這張斗大照片 仔細看 竟是用羅佳麟奧運比賽照片合成 旁邊還寫上 跆拳道長不高嗎 銅牌羅佳麟一百八十三公分 如何辦到的 下方更披上中藝的LOGO 讓許多人質疑 這根本是鬥用羅佳麟照片 來宣傳中藝專顧商品 別人總是羨慕我去過很多國家 其實我反而羨慕同學 可以隨心所謂的享受美食 因為我不能隨意的是 我必須控制體重 為了實現奧運奪牌夢想 努力維持體態 想不到卻遭有心人士拿來做文章 網頁不只P圖 還寫上轉股內容 被質疑拿羅佳麟打廣告 羅佳麟的哥哥發現後 直呼太惡劣 我是一名跆拳道國手 我不是喜歡跆拳道 我更想要成為世界級的 跆拳道國手 天美外表踢出好成績 羅佳麟才被封為國民女友 想不到卻衍生倒照爭議 事發後該網頁已經緊急撤除 也在粉專澄清 只是分享知識並非賣藥 但不投的照片置入舉動 早已引發網友反彈與爭議 記者綜合報導